随着分战刃剧场版中的日本上映以来 Ella的热潮再一度被掀起 然而时隔9年的新剧场版迎来的却是骂声一片 从贴吧到B站再到微博 总之只要你能看到Ella的地方评论几乎都是 比如我要给你寄到片 爱秀明你是个人 梦碎啦香香嫁人啦 甚至还出现了烧手办烧周边的情况 嗯 光天化日少年纵火到底所为何事 新剧上映导演频频遭遇死亡威胁 男墨女类26年苦苦等待 竟遭遇如此结局 这一切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洒 欢迎收看本期艾瓦系列之 没看懂之前请不要瞎逼逼 引发这个现象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在3月8号上午 约在日本看过剧场版的老哥 在贴吧内以文字的方式 给出了福音战士剧场版中的剧透 这个剧透的炸点巨多 当时就给我看啥了 比如黑力死亡 没力有孩子 艾瓦驾尔员除了真似以外 都是可龙人 明日香使徒化 老定洗白 然而最炸的是 老哥爆出重的结局是 明日香跟剑界在一起了 林伯丽跟朱勋在一起了 真似和真希波在一起了 当时我看完这些信息 大脑里只有一个字 啊 啊 啊 这结局谁他妈能想到 小道尔拉屁又让你看脸 但很快剧情得到了反转 更多看过原片的人纷纷辟谣 表示剑界并没有和明日香在一起 而结局并非高女 而是高田 在各路大神严谨的分析下 风向很快转变 在随着首篇剧透帖删除 台词翻译的报书 立党乡党纷纷复活 而终在国内的口碑 从一个超级烂片 一下变成了一个半神作 口碑直追真心为你 我现在其实特别想问一下 那个烧手腕的老哥 你后悔吗 这样一部有史以来 在短时间内口碑 播动最大的动漫 到底是不是烂尾呢 他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各个角色的结局 真的幸福吗 本期我们就根据现有的资料 一起来简单分析一下 福音战是剧场版 终对本期内容参考了 多个大神的剧透帖 将程度较高的地方 拿出来剧透并分析 但依然不能保证 这些内容和正片完全相符 所以一切以正片为主 本期视频就请当作 个人的见解 大家互相讨论就好 在BD版出来后 我们肯定还会做 更详细的分析 另外再和大家说个好消息 根据贴八大神给出的消息 终目前已经被圣唐时代买断 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有望在电影院内看到中 虽然是三天本 不过大家也别高兴太早 毕竟正式消息目前还没有 而且这次的尺度据说真的很大 所以大家先别抱太大希望 还有大家真的不要再四处求枪板资源了 日本已经在严查这件事了 在日本到时候算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 不只要面临罚款 还要遭到五年以下的监禁 为这么点钱 把自己前途搭上真不知道的 而且如果到时候的情况过多 那艾瓦的官网上将会写着 福音镇上去上版中出现大量稻疏情况 稻疏偏远均流向中国 我不希望看到这些 我知道您也不想 这是为什么龚崎俊曾经如此讨厌咱们国家的原因之一 这个在下期中国动漫发展史的时候会讲到 所以稻疏犯罪 请大家安心等待正版蓝宫资源 顺便额外想说一下的就是 1997年真心为你上业后 爱业秀明遭到了无数御宅族的谩骂 恐吓举报甚至寄刀片 仅仅是因为匹子在词语新生中安排了明日香被虐 真心为你中安排了灵波利牺牲 安排了全人类的补完 以及那个属于艾瓦真正的结局 但当人们的愤怒平息后发现 这两部剧长版简直就是前所未有的神作 直到现在 当我们重新看真心为你的时候 依然会感到震撼 那我们前两天的反应 像不像1997年日本的御宅族呢 只不过我们可能更加愤怒 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这些愤怒的人中 可能90%以上的人 根本没有看过中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连看都没有看过这部动画 仅仅凭一个剧透或者一个影评 就将作者以及整部动漫喷得体无完肤 这让我想起以前和朋友一起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看电影前千万不要看影评 因为影评倒是人看过电影后 将自己的理解和情感融入后写出的东西 所以当你读完影评后再去看电影 一定会被影评所影响 即使这部电影并没有影评中那么不堪 但当别人问起是 你可能也会说 嗯 这部电影确实不太推荐 甚至将影评中的缺点放大化 扭曲化 重新写出一篇新的影评 然后不断的恶性循环 一部烂片就这样诞生了 看过电影的尚且如此 何况我们这些根本没有看过电影的人 所以大家在真正亲眼看过电影前 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影评 因为这些影评只是他个人的观影感受 一部作品的优劣需要你亲眼去见证过才知道 也许对于他来说这是一部烂片 但可能对于你来说 这部作品反而是个佳作 好废话有点多 咱们进入正题 分战是剧场版中 影片的开始是已经公布的巴黎作战 这个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吧 这段很多人可能都看个热闹 但其实细节还挺多的 由于Q中战斗导致改2号机的报废 以及8号机的双臂被废 威廉这个组织本身修复能力就不行 而且资源还少的可怜 为了应对后续的危机 威廉他们必须拿到欧洲分布的L原装零件 只有这样才能让2号机改和8号机恢复战斗力 因此他们必须要解放巴黎 而巴黎由于近第三次冲击的原因 变成了一片红色 这看着就非常喜庆 剧中把这种现象称为核化或者说核心化 石头的核心是什么颜色呢 红的呗 在核化的城市是什么颜色呢 红的呗 根据目前已知资料 这种被核化的城市氧气会消失 甚至为负数 城市的机能也会停滞 同时会产生L结界 L结界的密度越高 对Lilin的伤害越大 具体有什么伤害咱们后面会知道 总之你可以理解为被核化的城市 就像被红色封印了起来 城市也陷入贪困 所有的生物都无法在这里生存 当然了 艾瓦驾驶员和使徒出来 也正经人如此 绿子等人想要在户外解放巴黎 就一定要穿着这种特质的防护服 以及面罩 其实当时我看这段的时候还特别好奇 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外面这么危险 还一定要在户外弄呢 我唯一能想到的可能就是信号不好 话题扯回来 如何才能解放巴黎呢 那就是恢复Euronelf的一号密封柱 激活反L系统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Euronelf的一号密封柱是干嘛的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外观 很多人肯定都以为这根柱子 就是普通的黑体加红线 但其实动画中 这个一闪而过的细节可能大家都忽略了 仔细看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红线和黑体并不是简单的纯色覆盖 而是由一个个小方块组合拼凑而称的 那这些小方块是什么呢 在09年出版的《福音战事破全记录全集》中有过记载 这些小方块是使徒封印用诅咒文章 简单的说 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些小方块是专门用于封印使徒的 真似脖子上带着DSS项圈 也带着这些符文 而设定集中对这些柱子也确有记载 它们被称为使徒封印文章结界展开形 或者开头伯纳尼基地的那根柱子也是它 包括明日香被第九使徒感染后身边也都是这种柱子 只不过应该不是结界展开形 这里就要打理一下我前几期视频中的一个内容了 那时候我推的三号使徒苏醒是因为尼布甲尼萨之药的原因 但现在看来更像是因为加持对这根使徒封印咒文章做了什么手脚 才导致三号使徒苏醒的 还要推翻一点的就是 前几个视频我曾说Mark04 ABC三个系列 也都由定文堂使用尼布甲尼萨之药力量改造而来的 那现在看来就不是了 首先关于尼布甲尼萨之药的作用 后面的剧情会说到 先来重新说一下Mark系列 我们都知道柏尼基地是直属Z类的 而它改造三号使徒也是为了后续Mark系列做铺垫 但日防夜防加贼难防 天堂的计划让柏尼基地的实验中断也拖慢了Mark系列的进度 那么柏尼基地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猜测应该是利用多文使徒封印昼文柱将沉睡的三号使徒封印柱加以改造 并最后让驾驶员坐上去形成初期的Mark Nemesis系列 而在设定集中也间接的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我们要插一个额外的话题 动画中绿子说 那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梵蒂冈条约是什么 它是谁创立的 剧场版中梵蒂冈条约初次被提及是在破终 由于梵蒂冈条约的原因 每个国家最多只能拥有三台机以下数量的埃瓦 这也是梵蒂冈条约第13条的第一项 也正因为如此 二号机才不得不被封印起来 当然现在又揭露了一条新的 那这个条约是谁创立的呢 当然是各个国家和各个国际组织的 其中包括IPEA 中国欧安组织 日本俄罗斯 美国 集体安全组织 欧洲联盟等等 这个条约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国际间军备竞赛而拟定的 那这个IPEA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的全称为 International Project Evangelial Agency 中文意思是国际分战计划机构 它感觉有点像TV版中的联合国 不同的是IPEA同时还参与了AEVA的制作 以及根据梵蒂冈条约对AEVA进行收容 这两点在动画中都有体现 比如Port开头AEVA5号机启动阶段 我们就可以看到驾驶舱内有IPEA的字样 第二点在R号机被封印的时候 舱门的标志也是IPEA 同时这里还是NELF和IPEA的交界处 我们在名字箱的背后可以同时看到NELF和IPEA 看过上几期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3号机之所以会被使徒寄生 也都是ZELE一手策划的 而这个计划的执行者是谁呢 就是IPEA 也就是说如果ZELE是操到鬼的话 那IPEA就是ZELE手下最重要的那一把刀 这把刀既可以用来限制各国政府和NELF 还可以帮助ZELE制造MARK系列 这也就不难解释了 为什么在Q中老定让ZELE看着引发 你第四次冲击后才给它拉闸 因为ZELE其实是掌握着IPEA实际的控制权 而只有IPEA才能造出MARK系列 才能量产ELE和MARK系列 关于这个量产系列其实有个细节 NELF本身是没有制造ELE甚至量产MARK系列的能力的 但是在Q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ELE或者MARK系列的量产证据 也就是说在这14年间 老定一直在忽悠ZELE给它制造量产机 而你第四次冲击失败也在老定的预料之中 一方面它需要借助你第四次冲击干掉猪熏 另一方面只要看到第四次冲击ZELE的老人们 才会放心把所有的一切资源交给老定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没啥用了 反正都要死 所以他们走得很安详 但ZELE没有料到第四次冲击会被阻止 他们把一切都留给了定元堂 这正是定元堂所需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的开头会有那么多量产R攻击率子他们 这都是ZELE留给定元堂的遗产啊 ZELE忙活了几个世纪最后给人家做嫁衣 你也太惨了 而定元堂自己也说了 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虽然第四次冲击被阻止了 但猪熏死了 ZELE没了 还把IPAA的技术拿到手 他一下就变成了最大的boss 所有的束缚都被解除了 现在他只要安安心心的找机会再次发起第四次冲击 然后完成自己的计划就好了 至于他的计划是什么 咱们后面会说到 车眼了 咱们接着说这个使徒封禁周文柱 其实早在09年射箭集刚出来的时候 各路大神就已经开始推测了 这个结界展开性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现在这个谜题终于得到了揭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结界展开性应该指的就是这个画面 这里有个细节啊 首先动画的开场 这边柱子是全黑的状态 也就代表着此刻它并未激活 第二和破终不同 这跟柱子并非笔直的插在地上 而是有些倾斜 第三这里法语的意思是交给您了 再结合前面的台词 那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这里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近第三次冲击后大地变为一片红土 法国或者说欧洲分部的人曾想借助使徒封印周文柱 展开结界恢复巴黎部分领土 但巴黎本身并没有这根柱子 所以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调过来或者抢过来的 他们需要在L结界内部完成程序的启动 可随于L结界密度的提升 那些前辈们知道自己的时间并不足以启动净化结界 于是他们在柱子的顶部写下了这段话 意思为交给您了 他们希望后人能够继承他们的遗志 拯救这座城市 而他们的做法也确实帮到了绿子和伊锤玛雅等人 只要到阶段四就有机会启动封印柱 可他们的时间只有不到十分钟 这里说一下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久 首先他们要破解这个封印柱的启动程序 而这种东西的系统必然不是普通代码写出的 所以他们才会说 也而说他们先需要用正常代码语言破解 控制这个程序 然后才能启动 所以他们说的阶段五阶段四都是破解代码的 那这个代码是什么呢 当然是C言了 这个C言是一门面向过程的 巴黎之战后 镜头切到了真似 明日香和Haley赶路的画面 跟着一辆机普车开来 接三人回了村 这次醒来 28岁的东西抱着孩子做了自我介绍 并邀请他们去自家吃饭 此时Haley在看狗 出门后 发现这里是一个基于电车车库改造的村落 并且居住了不少村民 Haley对此很惊讶 东西向其介绍这个村落 因为第三村大概生活了有1000人 由Credit负责给村子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援 而这个Credit也是由William创立的组织 跟着一只怀孕的母猫引起了Haley的兴趣 并询问东西这是什么 三个人回到东西的家 家里除了东西外 还有他的妻子和岳父 真似蜷缩在角落 不吃饭也不说话 东西表示 倒霉孩子还是欠饿 东西表示 等你肚子饿了 随时都可以来吃 在此期间 Haley知道了什么是好吃 并对婴儿产生了好奇 此时渐渐进来 在东西的介绍下得知 渐渐是负责救援的 将真似等人接回来的也是渐渐 就是东西一家的也是渐渐 总之渐渐从一个指挥 拍拍拍的小男孩 成长为一个非常靠谱的男人 所有人都感谢他 看真似还是不为所动 老丈人忽然发飙 说真似不动礼数 东西和光忙着打运场 渐渐也趁此将真似带走 一路上渐渐疯狂开导真似 他告诉真似 近第三次冲击也不全是坏事 渐渐和光两个人 就是因为近三冲结缘的 你看看他们 孩子都有了 你还是单身狗 多好 最后两个人来到渐渐的住处 渐渐表示要出去拿点人料 让真似先进去 然后真似就看到了 一丝不挂的明日香 看着精神崩溃的真似 明日香吐槽 渐渐为什么要把这种家伙回来 同时渐渐进门 拿了一条毛巾给明日香盖上 并解释事不为各种各样的缘故 不会在村子里露面 明日香也解释 只是Lilian太多 让人感到不爽而已 至于这里有几个关键词 首先是明日香一丝不挂 以及称呼人类为Lilian 称呼渐渐为渐渐 而渐渐呢 称呼明日香为视波 一丝不挂这个事 我们后面再说 先说称呼 很明显明日香对渐渐的称呼 是一种爱称 而渐渐对明日香的称呼 是他的姓氏 虽然亲密 但却有一定距离感 我给你打个比方 生活中你对象会叫你小白小李 老王老赵吗 这一般只有朋友或同事 才会这么叫 对吧 再换个比方 你喜欢明日香的话 你会叫他什么 香香对吧 你会叫他视波吗 那还会有香党吗 那直接改波党多好呢 有人说了 那难道经过了漫长的14年 明日香已经开始倒入追见戒了吗 你看明日香天天住在见戒家 还一丝不挂 这玩意儿 两人是不是已经天雷勾地火了 先停止你的脑洞啊 两个人的关系 咱们先按下不表 就睡觉这件事吧 它就不太现实 为什么呢 咱们后面会提到 先往下看 只好真是看到了明日香脖子上 DSS相圈 想到朱勋 一下子吐了出来 在此期间见戒一直照顾真四 非常有耐心 并且表示和真四是朋友 他能活着我就很开心了 画面一转切到冬至家 黑里慢慢融入这里的生活 他学会了早安晚安 谢谢再见工作 还有洗澡 此时见戒家明日香开始 强行为真四吃东西 并和真四说 到底你还是近似历练的东西 不吃东西活不下去 我可是一直只能喝水 在你变成再也不会变化的身体之前 赶紧给我多品尝一下食物的味道 就这么呆着什么也不做 只是把自己再出生而已吧 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想想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想要揍你吧 这里增加了一个新的设定 其实在Q的结尾处 我们已经知道了 由于IR组织的原因 所有的IR驾驶员已经不是人了 只不过在所有的驾驶员中 明日香是最严重的 而其他人好歹保持着历练的基本特点 比如活着要吃饭 身体也会随着时间有轻微的变化 而明日香可以说已经彻底不是人了 这也合理的解释了 为什么明日香在家会喜欢裸奔 因为舒服啊 而且他也不怕别人或者间接忽然闯进来 看到他的身体 为什么呢 因为他和其他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物种 你会在意你家的狗看你身体吗 当然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明日香和间接不可能天雷狗地火 你会和你家狗一起睡觉吗 至于为什么明日香会比其他人变化更快一些呢 后面的剧情会提到 咱们接着往下看 被明日香强行压去饼干并吐槽后 真寺忽然冲出了房间 明日香也尾随了出去 到处乱逛的真寺最后在湖边停了下来 明日香看到其没事后也就离开了 见见回来后 学的明日香真寺去哪了 再次表现出了温柔的一面 过了段时间镜头再次到建介家 明日香拿着玩偶自言自语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起心为止 从此以后一直都是一个人 是理所当然的 明日香再次实锤这14年间接并没有和明日香在一起 门外传来动静 是黑力 明日香让其进来后询问真似的下落 明日香表示 艾尔驾驶员和艾尔一样 为了不超越人知常情 设计师特意受到了意志 无效率的感情也是意识对象 我们只是为了是有人类的认知行动而设计出来的 你们灵波系列的话 特地调整为对第三位的少年抱有好玩的状态 你现在的感情不过是Nurve一开始就设计组装好的东西罢了 明日香这句话基本又是一个重重标单 也就是说除了真似以外 所有艾尔驾驶员其实都是克隆体 他们是被创造出来的产物 更是让他们更像人 所以保留了人类的情感模式 只不过灵波利系列都是被调整成对真似有好玩的状态 当然这点在序中定斯林也说了 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至于他的详细计划是什么 前几期视频说过可以回顾一下 黑力听到后表示无所谓 明日香便告诉了他真似的位置 并让他把压缩饼干给真似带过去 再不吃饭他可能就不行了 后边黑力找到了真似 并将随神听还给了真似 真似将其打飞后 黑力留下压缩饼干 并表示还会再来的 夜晚真似哭泣 拿起了压缩饼干 过了段时间黑力又来了 他询问真似为什么不回村子 真似终于开口了 他说自己什么也不想做 什么都不想说 明明不管自己就好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温柔 黑力高能表白 因为我喜欢你 然后伸出手 这是能让关系变好的仪式 跟着真似回到了见戒家 明日香表示 如果能动了就去帮帮见见吧 然后就是一段日常 这段日常再次表现出了见戒的靠谱 同时还解释了第三寸之所以没被红色覆盖 就是因为美里提供了封印柱 黑力找到了正在钓鱼的真似 希望他能给他起个名字 到了晚上 黑力战斗服的手腕处忽然发出警告 黑力忽然倒下 原来是这样吗 我只有在奈特服才能生存 这也对应了破种 跟莫莉对着水槽中的鱼说的话 清晨 真似和明日香 陪见戒给他父亲扫墓 见戒劝真似 趁你老爹活的时候 至少应该见一面好好聊聊 不然一定会后悔的 明日香表示对真似来说太难了 毕竟那是顶元堂 但见戒依然表示 就算如此 那也是父子 缘分还在 这段也为后闻做了铺垫 接着进入黑力的日常巨型 同时黑力换上了班长的校服 性格也越来越像人了 红色大地 见戒带着真似来到了一个被小型分印住保护的绿洲上 见戒表示这里有个少年要带你见一下 最后少年自我介绍 他名为加持良智 真似大景 回去的路上 见戒告诉真似 这个少年是梅里和加持的孩子 今年已经14岁了 根据梅里的意愿 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信息 因为梅里感觉自己无法尽到父母的责任 所以还不如什么都不让他知道 这次追问加持的消息 渐渐告诉他 加持为了阻止第三次冲击而牺牲了 在梅里允许的情况下 梅里其实一直很后悔一切让你承担 不想让你加持安也是因为这个吧 那你在Q中好好说呀 你好好说能有后面的事吗 为什么不好好说 还有就是梅里的孩子 你长得也太像真似了吧 说你是真似和梅里的孩子 我倒心 这瞬间让我想到了一些同仁漫画 加持你会不会临死前还被蒙在鼓里 第二天 光拉开了黑力的房门 力不在 房间中央摆着校服和一封信 心上写着这几天他学到的词 晚安 早上好 谢谢 再见 顺便说一下 日语中Siyunala也有永别的意思 这点在TV版第六话中也有提到 跟着黑力找到了真似 再次拜托他给他起个名字 真似表示 林波就是林波想不到其他的 黑力表示感谢 能让他想到名字已经非常开心了 这里无法生存 但我喜欢这里 黑力一边说着一言一边后退 化身成了LCL 这段我就不详细说了 实在太虐了 光看台本翻译的时候 心里已经非常难受了 BD版的时候可能直接破防 次那里威廉战舰落在了地面上 渐渐感叹终于要决战了 真似也换上了白衬衫 并表示自己也要去 跟着明日香用电机箱将其积军后带回威廉 真似醒来后再次看到林源英 他埋怨真似为什么不听他话又去开L 然后趴在真似身上大哭 旁边明日香吐槽 你是他老婆吗 跟着应告诉明日香 真似不用带DSS项圈 因为他们认为之前真似给自己解开过 所以与其带着还不如给他关在隔离室 战舰中其他成员纷纷吐槽 为什么让真似这个温神上来 并表示如果不是他引发三冲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死 这段剧情就狠气啊 莫名让我感觉这些人说话不带脑子 就像一群网络喷着你着 明明没有真似就直接变成三冲了 你明明在这活迭迭不休 还不是全靠他 喷也应该喷老定或者贼了呀 这就好像什么呢 他们家防他了 你把他救出来后他腿残了 然后他说都怪你这个温神 要不是你我腿也不能残 哎气不气 真希波的隔离室 真希波问明日香 你和真似的进度怎么样了 明日香表示没有兴趣 因为他现在需要一个母亲 而不是恋人 哎你看看这孩怪真似 他要是需要一个恋人 这不就拿粪了吗 饭到处你嘴里了 嚼一下就能咽 我就不 圣诞机上 梅里和绿子的对话 揭示了Windows原本的姿态 它是全体物中保留的 无人式自动方舟 简单理解就是 这艘战舰主要的目的 就是保护一些种子或者幼崽 把它们保存起来 送到地球外的地方避难 对加持来说 人类的文明 是否延续并不重要 而被补完计划牵扯进来 而消失的生物自然存活 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间接解释了 为什么加持对西瓜 这么轻的路终 跟着广播播放消息 黑之眼和NELF 本部在空中开始移动 隔离室内 珍希波开始给明日向剪发 明日向表示 明日身体都不再变化了 头发却还在增长 珍希波表示 这是你还是人类的证明 驾长室内 梅里得到了消息 NELF已经达到了最终目的地 准备再启动13号级 但己方两台ALA也能启动了 于是梅里命令25分钟后 全体出发 准备最后的决战 舱内 青眼帽和日向碰拳 大家相继在胳膊上 系上了蓝色头巾 以此来祭奠那些士气的战友 同时表达 想把大海变回蓝色的愿望 隔离室内 明日向和珍希波 换上了新的战斗服 跟着两人准备前往ALA驾驶舱 但明日向忽然回头 他表示想绕一下路 珍四隔离室内 珍希波从背后蒙住珍四的眼睛 猜猜我是谁 珍四表示自己猜不到珍希波提示 屋顶眼镜胸大好女人 跟着珍四猜出珍希波的身份 真正知道珍希波的名字 前面两个人出了天台那次外 并没有任何直接接触 跟着珍希波凑了上去 开始闻珍四的味道 并表示稍微有点不同 难道是大人的香气 注意这里 明日向是站在珍希波后面的 也就是说 他对珍希波的这种行为 并不感到吃惊和嫉妒 或者你可以理解为 珍希波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的交流方式 就是带着一些玩味和暧昧 注意这点很重要 这个设定可以直接影响 你对结局的判断 跟着明日向问 你知道为什么我想要揍你了吗 珍四表示 明日向你驾驶三号机的时候 我什么决心都下不了 不管是帮你还是杀你 因为我自己不想承担任何责任 简单点说 那时候珍四还是在逃避 听到珍四的回答 明日向肯定了珍四的成长 并表示因为这是最后了 所以还是要告诉你 记不得那什么时候 吃过你做的便当 很好吃 那时候我想我是真的喜欢珍四的 但是我已经先进一步成为大人了 跟着明日向夺门而出 珍希波称赞了珍四 并用中文和他道别 梅里也发出了决战的宣言 从现在起本舰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第四次冲击 南极决战 这是痞子承诺的舰队战 战人和冬月指挥的战舰 忽然袭击了温德尔 拉开了序幕 战人场面直接溜过 总之就是梅里方不顾一切 突入最终结界 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圈套 为了阻止第四次冲击 明日向解开了左眼的眼罩 眼睛中间出现了一个小型的封印柱 明日向忍着疼痛将其拔出后 正式变为第九使徒 他打算利用使徒的力量阻止第十三号级 又是新的设定 其实早在Q的时候 很多人就猜测 明日向左眼眼罩下到底藏了什么 当然虽然有些人猜测左眼封印的使徒 但大多数还是认为 眼罩就是个装饰品 为的就是区分于TA版的明日向 让大家对视波明日向产生新的记忆点 但在装痞子也算给了我们一个交代 这也合理的解释了 为什么明日向脖子上要戴着DSS项圈 为什么明日向比其他IR驾人更不像人 为什么明日向会对赤裸这件事没有什么羞耻心 因为他跟人类真的不是一个物种 当然这也圆上了破终的一个点 这点我在前几期视频也提到过 就是被自动驾驶控制的初号机之所以会咬碎驾驶舱 就是因为那时候第九使徒已经侵入到驾驶舱内了 它只是简单的识别出了使徒的所在位置 并将其摧毁 只是方式看起来稍微残忍了一点 接着回到剧情 使徒画的二号机依然没能阻止第十三号机 并且这一切郑重老定下怀 它要的就是使徒画的明日向 因为有了使徒的力量才能完成第四次冲击的启动仪式 此时二号机内部试播明日向的原型出现 它期待明日向身上响和明日向融合 这里暂时我理解为改二号机内部的灵魂是试播明日向原型 但是具体还要等看过动画和设定集再说 明日向看出了这一企图试图启动DSS项圈自爆 但试播原型与明日向一起化作了一道蓝光飞了出去 DSS项圈再次失守 镜头一转 重新建造的马克09再次入侵Winder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真似格力士的锁被打开了 此时定文堂也从13号机落到了Winder的甲板上 结果定司令话还没说两句 直接被绿子包头 果然没有情感羁绊的绿子变得裹道了很多 这也算间接报了死与新生中的仇 之双在线的绿子连补树枪击碎了司令的后脑 哎 似义新生是你要有这魄力 那还轮得着真似当就是主 但很明显司令此时已经不是人了 眼镜的下方露出了真空的十字架 他自称为神 谁会接受一切 而他变成这样也是一杯尼布甲尼萨之药 这里也补全了尼布甲尼萨之药的作用 想让我前几期视频一顿分析 属实有点脱阔的放屁 因为人的谜底就在谜面上 这是神明与灵魂相连接的路标 简单点说就是让人成为神的道具 这真是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司令后来一直靠在X站顶的原因 跟着四冲开始 司令表示二冲净化了海洋 三冲净化了大地 四冲达成灵魂的净化 将人类的身体舍弃 将人类的极核意识引向无垢的乐园 是最后的仪式 这就是葛城尼的父亲提出来的人类补完计划 这边咱们大概理解一下就好 剧场版中所谓的人类补完计划 要分三次净化完成 二三四次分别净化了不同的东西 最后达成和真心位移中差不多的效果 暂时从描述上来看是这样的 这种需要抠细节的 一定要等到动画出来重新再说 然后司令又说 人类的命运只有两种 要么被使徒干掉 要么干掉使徒 然后取代他们的位置 而奈勒夫的补完计划 虽然选择了后者的Zillian 利用阿兰斯对神造成一点虚幻的抵抗 但还有值得一试的价值 这段话整体翻译下来感觉不是人话 大概的意思应该是奈勒夫的补完计划 选择干掉使徒 然后利用阿兰斯对神造成一点虚幻的抵抗 还要保留脑子的可能 具体还要留到官方翻译出来后才能看懂吧 这这过后老定表示自己的抽号机要收回去了 而珍斯这次也出现在众人的身后 他大喊父亲 但老定并没有回头 静止走向了13号机 然后前往家夫之门 所有珍斯表示自己想要驾驶初号机 在所有人的阻止 威胁和谩骂下 梅里选择相信珍斯 他表示所有的一切都由他来承担 现在他希望将一切都托付给珍斯 珍希波赶来 珍斯也换上了经典的驾驶服 再和梅里道别后珍斯登上了8号机 冲进了家夫之门 家夫之门内部 因为13号机利用宇宙的特性不断进行量子跳跃 导致8号机根本追不上他 珍斯表示没关系 我要出发了 珍希波告诉他 明日香的灵魂还在13号机中 所以公主去拜托你了 珍斯表示一定努力 看了看手中的随神听 小声说了一句灵波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传送门 传送门 珍希波站起来告诉珍斯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一定会去找到你的 所以绝对要等我啊 珍斯君 很多人都说这是正宫发言啊 但我感觉不像 其实结合下当时的情景 这更像是一个互相信赖的队友之间的发言 不过我也没听语气 所以先放一边 接着看剧情 初号机的驾驶舱内 船子门出现 长发力坐在里面 他在珍斯表示抱歉 自己没能让珍斯坐到不再驾驶艾瓦 珍斯表示没关系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跟着初号机觉醒 四肢重新修复 Windows的甲板上 中人收到了8号机发来的信号 他们惊讶于初号机为什么能够再启动 珍斯和初号机的通步率应该是零才对 难道说珍斯的通步率不是零 而是和零接近的数值 一直也表示是的 通步率是无限大 跟着屏幕中数字消失 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无限 这点也算前上Q开始的一个坑了 如果珍斯的通步率真的是零 初号机也不可能觉醒 并救下改二号机 后面转到加速之门内部 初号机和13号机扭打在一起 初号机夺走了一支朗基努斯之枪 虽然这支枪变成了卡西乌斯 跟着就是预告片中熟悉的斗枪环节 各种场景不断变化 随着初号机被击飞 司令告诉珍斯 只有在戈尔格达物中才能引发额外的冲击 所以我才将两把枪送到这里 这戈尔格达物是神的世界 是万物的起源 司令说初号机架人 我有样东西想让你看看 然后珍斯就看到了黑色的莉莉斯 这个黑色的莉莉斯并非真实存在的 它是基于想象架空的埃娜 只有人类这种同时相信虚构 与现实的生物才能认知到它 说着两把枪刺向黑色的莉莉斯 它的颜色由黑变白 然后和珍心为你的莉莉斯一样 挣脱了十字架 大白力登场 22G的驾驶舱内 珍西波来到了冬月的背后 这里L密度是不是大了点呢 冬月老师 冬月说是的 因为这艘战舰本来就不是设计成 有人搭乘的型号 珍西波表示 定安堂和冬月都有着相同的愿望 但这把全人类都扯进来 是不是有点稍微过分了呢 冬月对珍西波的话表示认同 并告诉他 你想要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之后你随便用就好了 背叛者玛利亚军 这里进一步揭示了珍西波的身份 虽然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说 珍西波是克隆人 但林伯利和明日香的样子来看 珍西波八成也是克隆人 还记得Q中这张照片吗 照片中的人应该就是珍西波的原型 只不过这个克隆体被植入了原型的记忆 而他的原型又是围的闺蜜 所以说克隆他的最初目的 应该就是想多个帮手 实证明前妻珍西波也确实是 定元堂这边的人 只不过后来叛变了 而他的原名应该就是珍西波马利亚 答案了以上都还是猜测 随后珍西波和冬月道别 冬月也化作了LCL 呼应开头 人类长时间处于L密度过高的地方 会化成LCL 最初净化巴黎那群人 应该也是这样的结局 跟着八号机连着吞噬了Mark10到12 梅利也驾驶着Winder准备和珍四会合 跟着画面来到珍四和他父亲的对话 定司令前三部和TV版加一起 可能都没有这一部画多 大概的意思你可以理解为老定的洗白之路 做出这一切的目的呢 还是为了见媳妇 哎 何人敢笑吃青狼啊 没什么特别难理解 等钟出来之后单独拿出来一起说他 洗白过后梅里赶来 他启动开关 Winder组合成了一把新的枪 威廉 有了这把枪 世界就可以重新被改写 随后威廉刺穿了利丝 但威廉也随之爆炸 梅里再次牺牲 只可惜这次连大人的吻都没有留下 在见证了梅里的死亡后 珍四忍住了泪水 攥紧了拳头 见证了这一幕的定司令欣慰的夸赞了真四 长大了 再次进入精神世界 又经历了一片洗白回忆后 定司令跪下抱住真四 并向他道歉 然后忽然发觉 韦竟然站在真四的身后 OK 接下来进入结局部分 其实仅凭文字版的概述和台版的翻译 这个结局我们很难弄懂 我就以我的理解 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概述 这里如果有看过原片的朋友 觉得我哪里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 老定离开奥朱勋登场 他告诉真四 老定就是补完的中心 接下来都交给我了 真四你想要什么 真四表示我想帮助大家 弥补父亲犯下的错误 首先第一个要救赎的就是明日香 进入明日香的回忆 明日香从小不知道父母是谁 因为他是克隆人 他活下去的意义就是驾驶艾瓦 只要驾驶艾瓦 他才能证明他的价值 他才能活下去 不然就会像其他版本的克隆人一样 一个一个的离开 回忆中的明日香看到了 刚下飞机的定夫妇 和还在儿童期的真四 其实我也很寂寞 其实我只是想有个人能摸摸我的头 这时候大号明日香人偶出现 他坐在了明日香身边 摸了摸他的头 并摘下了头套 里面是大人版的剑戒 当时很多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肯定第一反应是 什么 难道这是舔狗的生命 什么 屌丝少年十四年不离不弃 终究抱得女生归 什么 皮子我要刀了你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 人家剑戒在这部剧场版中 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 拿着DV拍拍拍的小孩了 反而他是一个非常有担当 有能力 同时非常温柔的男人 不客气的讲 他几乎就是第三寸的核心 这放在现实社会中 简直就是完美的结婚对象 绝不是什么屌丝少年 再来看看他出现的时机 这时候明日香最渴望的是什么 不是爱情 是希望有个人能照顾他 希望寂寞的时候 有人能和他说说话 有个人能摸摸他的头 他渴望的是父母 是一个温暖的家 这点从他看向真四一家的时候 就能感觉到 所以间接对于明日香来说 更像是一个家人 一个父亲 一个哥哥 而不是一个爱人 回到剧情 同样是真心为你结局的海滩上 由于艾瓦诅咒的解除 明日香的样子恢复到了28岁 睁开眼的 他看到了站在一旁的真四 真四跟着也对明日香表白 我曾经也喜欢过明日香 跟着和明日香道别 同时躺在另一边的珍稀波 也跟着道别 这时候切换到了现实世界 明日香忽然睁眼 初号机将明日香 从13号机的插入山中拔出 并弹向远方 明日香被救赎 接下来是朱勋 朱勋这段最为晦涩难懂 单看台本翻译和剧透 我甚至不知道 这段到底表达了什么 为什么朱勋就忽然穿上 定次令的制服 坐在了座位上 为什么加持就忽然站在了 朱勋的旁边 所以这段剧情 我打算直接跳过 等国内商业后 详细聊一聊 我值得庆幸的是 前面的轮回说也算猜对了 只不过我没想到 在这部中 勋的剧情这么少 跳过朱勋 接下来是力 林伯利这边的救赎 这次告诉力 黑力在这里找到了居住地 明日相应回去了 你应该也很快能找到新的居所 这次对力说 我选择了不驾驶艾瓦的活法 不是让时间 也不是让世界倒退 只是将世界替换成了 人类可以生存的地方 也就是说 对于力的救赎 就是让他在那个新的世界 找到属于自己的居住地 让他做回正常的人 这次为了实现一切 拿起了威廉之枪 刺向了自己 这次唯一帮起挡住了枪 这次认出了 那就是自己的母亲 是他保护了真思 原来是为了这个时候 一直在我身体里吗 母亲 最后初号机与13号机分开 3号机从背后抱住了初号机 浮现出了老定抱着围的画面 司令在最后一刻 也得到了属于他的救赎 这号真思就一个人独自坐在沙滩上 仿佛等待着什么 直到8号机忽然钻出水面 是真希波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一定会去找到你的 让你久等了 真思军 画面变为车站 长大后的真思坐在了站台的长椅上 这边站台站着朱勋和林伯利 以及一个人坐在长椅上玩游戏的明日香 忽然有人从背后捂住了真思的眼 猜猜我是谁 胸大的好女人 是长大后的真希波 她凑到了真思的旁边闻了闻味道 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好味道 这是大人的香气吗 在一段暧昧的调侃后 两个人手拉着手 跑出了站台 全偏完 OK我们来说一下最后这个结局 特别著名以下均是个人观点 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CP问题 还记得一开始很多人说 哎呀明日香跟了建介 林伯利跟了朱勋 真希波跟了真思 简直就是乱点鸳鸯谱嘛 但我们仔细思考一下 真的是这样吗 明日香和建介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就是家长和孩子的关系 建介对明日香 一直像一个温柔的哥哥一样照顾他 他对明日香来说是家人 是依靠 但绝不是爱情 不然真思在最后和明日香表白的时候 明日香也不会害羞的 把脸扭到一边 再说林伯利和朱勋 这对真是毫无根据 不能因为人俩在一起说话 就说人俩在一起了吧 要这么说 丁思和景也也不是不行 然后是真希波和真思 其实这两个人的关系 让我感觉更像家世和绿子的感觉 这样真希波的性格 会让很多人误以为 这两个人充满了CP感 但如果把真希波和明日香 或者林伯利 同时放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 还是后面两个人和真思更配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真希波和真思 是决战前才算正式认识的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产生感情呢 硬说的话 两个人的感情最多算暧昧 只不过真希波那句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一定会去找到你 让我感觉有那么一点突兀 为什么忽然来这么一句 应该和没看到正片有关吧 至于结尾的车站 很多人都以为表现的是 又过了14年后的事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是真思最后希望创造的 一个没有艾瓦的世界 而大家的样子会变成大人 也是因为没有了艾瓦 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艾瓦的诅咒了 大家自然就变成了28岁的样子 其实关于结局 居然把那导演之一贺卷 和他早就在采访中透露 这次的完结是更加开放的 他把真思 明日香 林伯丽 朱勋 等等的人物未来留给了观众 换句话说 你想他们的未来是什么样 他们的未来就是什么样 你可以想象长大成人后的真思 有一天重新和明日香在一起 你也可以想象拥有情感力 在某个转角再次和真思相遇 你还可以想象真希波和真思的关系 从暧昧变成了爱情 你甚至还可以想象 渐渐一个人同时跟我三个 你怎么想都是对的 因为他们的未来由你来决定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明日香不再是孤身一人 林伯丽不再没有感情 真思不再逃避 朱勋也不再轮回 每个人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幸福 匹斯把自己的温柔和美好 全都留在了这最后一步的福音战士中 这种犹如童话般美好的结局 难道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影片的最后一幕 镜头慢慢从动画变为了实景 或许匹斯想告诉我们 没有了艾瓦的少年 回到了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中 这可做了26年的梦 该醒了 每个人都该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其实对于我来说 谁和谁在一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当One Last Kiss音乐响起时 我忽然意识到 这个陪伴了我十几年的动画 可能再也不会有续集了 那些我们熟悉的面孔 总算迎来了自己的幸福 可我们却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如此美好的结局 却如此悲伤 那么最后